好,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介紹PHP Laravel PHP Laravel 它是一個框架 那我們在學期初就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可能在學期末的時候 會稍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套框架 那我們不會再一開始介紹 因為我們必須對於網頁 有一些基礎的認知 甚至我們對於PHP的後端 也必須有一些最基本的了解之後 我們再來做框架 這是為什麼咧 因為我們如果 在還不會走路的情形下 就要去學跑步 可能會摔得很慘 因為我們不知道在走路上面有一些細節 比如說我的腳要怎麼樣開起來 我的腳跟要怎麼接觸地面等等的 那今天我們 會學PHP Laravel 是因為基於我們過去幾週的基礎 我們現在有辦法開始來去看一個 更快速開發網站的方法 它不只是更快速開發網站 它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在開發網站的過程中 去注意到一些過去我們所不知道的細節 所以我們等於是徵用了前人的智慧 來去開發一個網站 OK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Best practice in your code 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過去在開發程式碼的時候 我們在開發一些系統 一些功能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說 今天如果碰到會員註冊的時候 他可能會牽扯 有一些人把資料輸入進來 那資料輸入進來 有些人是惡意的 他可能會有一些 SQL injection的惡意行為 那我們怎麼去防範 我可能要針對這個自竄進行一些處理 我才有辦法去防範 他對我的網站做一些壞事情 久而久之我就去知道了 原來會員註冊常常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明白了 不只是在PHP的網站會碰到這類問題 在我做sp.net的網站 我做node.js的網站 都可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所以我未來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我要小心防範 他可能必須先經過一個自竄處理的動作 再進行我後續的這些跟資料庫的聯繫 才會是安全的 那久而久之之後會變成你的know-how 你的最佳實踐 因為只要碰到這一類的問題 你就會先做這些動作 那這個東西它是單指PHP嗎 不是喔 它在sp.net可以work 在node.js裡面也可以work 那既然如此的話 它不是指一個單一的程式 而是指一個概念 所以這等於是我們徵用了過去人的一些智慧 它並不一定是我自己累積下來的 而我今天可能透過看書 或者是看網路上的blog YouTube 慢慢累積形塑而成的知識 那有了這樣子的知識之後 人家開始得到大家的認可說 你如果在會員註冊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你如果在開發某某網站的時候 你要注意什麼事情 久而久之我只要遇到了這些事情 我就會去引用別人在這一套上面的方法 那幫助我可以更快速更全面的來做好這個問題 所以它等於是提供了我們一條路徑 從初學者到進階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理解PHP的一些概念 我們再來去看這些更快速更全面的方法 所以我會說這並不是一套屬於PHP的事情 而是它是一個概念一個思考的習慣 有了這些概念 有了這些思考的習慣 幫助我駕親就熟的來控制一項程式語言 控制我的網站 讓我的網站變得更全面更強大 OK 所以這久而久之我們會看到的這個東西 它會變成一種現象是 我今天碰到了A問題我用A方法 碰到B問題我用B方法 碰到C問題我用C方法 慢慢的做呀做呀做的 我發現了ABC三個解法裡面 都有一個Pattern 都有一個脈絡 這個脈絡是什麼 一個邏輯重複出現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那它經過你的抽象化概念化之後 你發現了說原來自竄處理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那久而久之它就變成我們所謂的Pattern 這個Pattern幫助我們處理專門性的情境 專門性的問題 那這個Pattern呢 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Design Pattern Design Pattern 它翻成中文叫做設計模式 那我們今天不詳細 追述 追述這裡太多 因為這不是我們的重點 你可以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去查Design Pattern 單立註冊表工廠等等的 你可以看到一些人家的最佳時間 那久而久之你用了這些概念之後 你在做網站的時候 你就會比起別人 比起童年人的人 你更有一些架構更有一些想法 因為你可以去學習到別人處理特定方法 它的特定問題的特定方法 OK 那 講到這裡我們就要來介紹一下MVC 什麼是MVC呢 MVC它其實也是一種Design Pattern 它是Design Pattern裡面有好幾件事情 那MVC是其中一件 在MVC這裡呢 什麼叫做MVC 它並不是我們這個籃球場上面的MVP 它是指Model View Controller Model View Controller它是什麼 Model它其實指的是一套幫我們 它其實是MVC 它其實是幫助我們把前端後端 這些所有事情分成三個架構 哪三個架構 第一個Model Model專門幫助我們處理商業邏輯 是一種資料處理的方法 當我們把資料碰到資料處理商業邏輯 資料庫的時候 我叫Model來做 當我碰到我的畫面美觀的時候 我叫View來幫我控制 當我碰到Controller的時候 我要叫它幫我去處理 城市的一些流程 甚至城市的流程控制 或者是一些事件 針對一些事件做出回應 這三個綜合起來就是MVC 我等於是在我的網頁裡面 形作一個鐵三角 透過這個鐵三角幫我撐起整個網站 所以我未來我知道 我如果要處理資料的時候 我必須來看我的Model 我必須要去控制我城市流程的時候 我要去看我的Controller 它是不是很快速的幫我們 形作了一個架構 那為什麼會介紹到這些東西呢 其實我們的PHE Laravel 它是一套基於MVC架構的一套PHP框架 它是基於MVC架構 MVC Architecture 的一個PHE Best Web Framework 所以我們就知道了 原來PHE Laravel 它幫我們去建構了一個網頁上面的最佳實踐 透過PHE Laravel的安裝 我可以快速的去把一個網站建立好 然而又擁有過去前人的一些智慧 這就是PHE Laravel 這也是為什麼人家告訴你說 很多時候我今天只要註冊網站 我可能打個兩三行就註冊 我就打完了 就是這個原因 那講到這裡 我們不免俗的要來看一下 這個PHE Laravel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傢伙 第一 它是一個 framework for creating PHP Website 幫助我們建立 PHE的 framework 第二 它跟 MySQL Database 有一個良好的溝通方式 所以它可以跟他們有很好的運作 第三 它幫我們打包了一個 一大串有用的特性 哪些有用的特性呢 比方說第一個叫做Authentication Authentication是什麼意思 它是指說我們過去在做會員註冊 會員登錄的時候 這裡有一個會員驗證機制 那我們就可以去用它的這個feature 那它的Effective ORM是什麼 它是指說我們可以用簡單語法 來去查詢資料庫 那Security就是 你只要用了PHE Laravel 幫助我們就可以幫助這個網站 擁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性 等等的 它不只這些feature 它有無數個feature 我們可以 一一的去學習它的這些feature 來幫助我們去了解 PHP Laravel 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套件 首先大家要先去安裝PHP 這個東西 你要先確定你的 命令提示資源裡面有沒有PHP 如果沒有的人你就可能要搜尋PHP 然後去安裝一下 它最新的版本這樣子 OK 那你可能可以透過這個CMD 命令提示資源 然後去看一下 比如說PHP Version 看一下有沒有這個版本 如果這個版本的話 就代表我們不用安裝 OK 那如果沒有這個版本的話 你可能就要先去把這個東西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之後 它會在你的下載 那你要把這個下載呢 去複製到這裡面 複製到這個C槽的Program Files裡面 那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PHP之7.4.15 Win32-VC 那電腦可能不太一樣 你們要去確定一下 OK 那我們要把這個路徑複製下來 就是我把它裝到這個Program Files裡面 那我去點一下它的路徑 我去得到說 喔在C槽的Program Files的PHP 或者到7.4.15 我把這個路徑複製下來 複製下來要幹嘛 你要去貼到你的環境變數裡面 這個環境變數呢 你只要在你的Windows裡面一搜尋 編輯系統環境變數 你搜尋環境變數其實就找得到了 點開之後 幫我去新增一個Pan 幫我去新增一個Pan 那 你要去點到系統變數裡面的Pan 然後按確定 然後去幫我去編輯它 C槽Program Files PHP之4.15 你幫我把這個環境變數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 我們才確定我們的PHP是 有被這個環境給認可的 OK 那了解了這些 你PHP今天安裝完了之後 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Composer Composer它其實是一個套件管理工具 所以你要去 它是一個PHP的套件管理工具 所以你要去下載它 我們才能使用 那你一樣在網路上搜尋PHP Composer 點Download 我們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下載完了之後你去 命令提示支援 打一下Composer 看看它有沒有被安裝 我們來看一下 Composer OK 那有跑出底下的這些指令 就代表我們的Composer已經安裝完畢了 對 那你們自己在安裝的時候 你也要稍微去確認一下 你是否已經安裝完成了 OK 如果安裝完成了之後呢 你再去幫我設定一下這個環境變數 一樣必須把這個Composer 這個Composer Vendor Beam 的這個環境變數給設定上去 對就是等於是我們剛剛在做PHP 在做Composer 你都必須幫我設定這些路徑 那設定完了之後 我們才能繼續到我們的Laravel 因為等一下我們必須仰賴Composer 幫我們去安裝PHP Laravel OK 那我們先來看到網頁 你幫我去搜尋Laravel 點開 點開了之後呢 我來看一下 這個好了 我們看中文版的 那你直接幫我看文件 幫我去 看一下這個 他會跟你說 如果你不使用 Homestead 你必須確保你的伺服器符合一下要求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你必須安裝PHP這樣子 那我們PHP剛剛安裝的是7 7點多版的 對我們的PHP剛剛安裝了7.4.15 所以是大於5.64的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之後 我們就要安裝PHP Laravel 那你只要把這個 我們用PHP的Composer指定去幫我安裝Laravel 我們就複製 那就幫我貼上 這裡 那他可能會出現錯誤 因為我其實已經 早就已經安裝完了 OK 所以你們也要把這個東西複製上來 一旦複製上來之後 他還會叫你要去設定環境變數 所以你們等一下還是要去設定一下環境變數 那我們才能夠執行 Vendor Beam 這應該是 我的簡報剛剛可能有放錯 他說的Vendor Beam 其實我們也已經放上去了 OK 好 那這裡已經完成了之後呢 這裡已經放完環境變數之後呢 他其實還要叫我們去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要去把這個 Extension等於 PHP底線 FileInfo DL 去放到 PHP.ini 檔裡面 我們上次已經有開過 PHP.ini 檔了 那我們現在把這一串東西 放進去 OK PHP.ini 來 這個 把這一串 這一行 放進來 OK 那放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去執行了 好 那都OK了之後呢 幫我去弄到這個Lerivelle的New Blog 他會幫我去安裝一個 會幫我去開啟我們接下來要執行的專案這樣 那也許我今天不是要 不是要做這個部落格 我可以做別的事情 比如說 Lerivelle 那 我們叫做 要叫做什麼 我來做一個PC Home好了 PC Home 那就按確定 好 我好像少了一個New Lerivelle New PC Home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Lerivelle的這個字樣 其實這就已經是成功的開始了 那他就會開始幫你去安裝 在 他所需要安裝的一些相關的部件這樣子 我們等他跑一下 他現在就是在安裝 他等一下安裝好了就會跑到我們的這個西草User 你的這個使用者底下 會有一個我們剛剛安裝的PC Home 這個PC Home 你看3點46分 對 跟我們底下的時間是一樣的有沒有 他現在就在安裝各種東西上來 我們就再稍微等一下 因為他把很多東西都裝進來了 OK 你可以看到他這裡出現那個Application Ready You're something amazing 就代表我們的東西已經建置完成了 那建置完成之後呢 請你先幫我 我們去幫這個App 我們把這個Application去設定一組Key 對 去設定一組Key這樣 那你要去打Generate 或者Pulls號Ansi 對 然後他就可能會告訴你說 找不到這個Input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在這個Anson資料的夾底下 但是我們事實上必須先到Block 2 我們必須先到這個Block 2 OK 所以我們先CD一下 CD就是幫我跳到下一層的資料夾這樣子 我們就Anson 我們現在在Anson這個資料夾 我要跳到PC Home 我就要用CD 然後PC Home OK 那你可以看到我這個連結就變了 就是變成Anson PC Home 那你如果要跳上一層 就CD點點斜線 他就回到上一層 那我現在跳回PC Home OK 他就到PC Home 到了PC Home之後呢 我說我要給這個Application 這個應用程式一組Key 對 那點他一組Key的話 我就幫我打 小老鼠PHP ARTI SAN Key Do you want to run Want to run Key Generate 然後我們就可能是YES Application Key Set Satisfially 這代表說我們已經安裝完成了 這樣 好 剛剛應該是我打錯了 就是 我們其實打Key 然後冒號Generate 應該就OK了 然後POSE號POSE號ANSI 就OK了 那安裝好了之後呢 來看到我們下一步要做什麼 我們下一步要去先看一下這個PHP Artisan 看這個Laravel的所有的指令這樣子 好我們來看一下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有這麼多的指令 對 有一堆指令可以用 那我們現在還先不用急著去看這些東西 OK 那 那 現在我們來讓這個 Artisan 能夠去 執行這樣 所以我們就打PHP Artisan Surf 他就會幫我執行他 PHP Artisan 然後Surf OK 他就說我們已經開始了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到網頁裡面去打 127.0.0.1 然後8000 0.1 report 8000 OK 到這裡的時候就代表你已經大功告成了 你已經把這個網頁給執行了 對 那到這邊就OK了 你如果今天 覺得說我已經把這個系統已經打完了 想要結束掉 你就幫我按Ctrl C 就可以中斷這個伺服器 那我們在重整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已經找不到這個網頁 OK 那以上 就是 教大家怎麼樣去安裝PHP Laravel 然後以及告訴大家說為什麼我們今天要使用它的原因 OK 好 謝謝大家